要帮助别人 令自己跟家里的人都得到究竟解脱 以善方便 以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就是大悲心 不离开空性大悲心的方法 叫以善方便 今天我办了一个法会目的是要募一点款 这个就不叫善方便了 这是动机不纯正 所谓善方便 完全是无我利他的方法才叫善方便 善巧方便 就像各位我们昨天唱佛歌也是个善方便 所以为了超度这些可怜的流浪狗被杀 唱一唱大家起了一个悲心 我看那个所长哭了 鼻子都红了 打到效果了 所以很多人感动 后来我们再来绑他 这可以 动机绝对不是唱歌 但是借助大家的喜欢 令他入到了这样子的心态 这是个方法 所以各种方法都可以 以善巧方便 你带着你的太太出国 你带着你的妈妈到京都拜佛 你带着儿子到泰国 参访玩顺便佛事 顺便介绍佛法 说要玩他就要了 然后到寺庙 然后又可以拜佛 听闻佛法 目的是想帮助他 所以以善巧方便来教化自己的眷属 也令他走入菩萨的智慧 什么叫菩萨 就是无我的 不执着的 慈悲的 因为世间人那种执着 夫妻与子女的执着会很痛苦 菩萨是很简单一句话 以对待众生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儿女 以对待自己儿女的方法去对待众生 不执着了 所以又有付出的爱 但是又不执着 令入菩萨的智慧 而让你的眷属成熟解脱 让他什么叫成熟 就是对三宝有信心 对生命有方向得到解脱 所以虽与同者心无所拙 虽然你跟他住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心却不执着 以本大悲 以大慈悲为根本 虽然是在家人 但是以慈心固 慈悲心的缘故 随顺自己的先生太太小孩子 什么叫随顺 他找你吃饭 吃饭 找你做功课 你要做功课 随顺他 这个是在家人的责任 但是不是你所喜欢的 这是方便 他叫你带来看电影 吃宵夜 好耶 走耶 快乐 随顺他 但是目的是要让他解脱 在这个过程里面 跟他远说佛法 或是影响他 所以在家人如果这样做 以菩萨清净到无所障碍 虽然是在家人 但是对于追求菩萨清净到 一点障碍都没有 所以菩萨摩赫萨 虽然在家做种种的事业 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菩提心 没有离开追求佛的智慧 一切自信 所以我想 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有些是发愿来做在家人 有些是发愿来出家 所以菩萨绝对不会说 哎呀我不想要做在家人 因为你要做在家人 你才可以度更多人 你做一个国王 你做一个总经理 你做一个大公司老板 你做一个很多眷属的 这种人 你可以接近这些人 用善巧方便 但是他的心还是维持在那个阶段 来第二页 第一句话 常观一切诸佛菩提 勇舍一切诸杂然法 这就是重点了 不要想了世间这个杂然法 要放下 想了是什么 诸佛菩萨的伟大 空性 悲心 利益众生的方法 所以 佛有三个教导 佛有三个力量 背下来 大力 大悲 大力 这个大力从哪里来 就是信愿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愿 所以你常常就会产生大神通力量 大力 大悲 大悲就是一种慈悲心的掌养 大智 大智就是一种缘起信空的观照 圣解空慧 那我们要随时的 不离开这三个 信愿 慈悲 与智慧 一直追求到 圆满的佛菩提 所以 内心里面 要永远的 观想的 追求的 一切诸佛的菩提 只为这个 而且永远 舍掉一切诸杂兰法 所以我想各位 你做什么都没关系 但是 这个事情 会让你起杂兰心 不清净 你就没资格做 也不要做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要做利他的事业 但这个利他的事业过程里面 会让我们贪嗔痴或是不清净 为什么不清净 因为不如法 不如法就不要做 你内心里面不清净 如法你才做 不要伤害到佛教 所以 虽然你说你在帮佛教 但是你用的方法 过程是杂兰法 伤害了自己的福性 也败坏了别人对三宝的信心 那你就不能做 不能为了一个所谓正确的目的 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清净的 佛教是讲阴的 如是阴如是果 菩萨道不过是一个朝圣之旅 我们经常去朝圣 它只是一个过程 永无宗旨的过程 因为这个世界无缘无边的苦的众生 所以我们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不断地朝这个方向而已 所以只要把握这个心就好了 而不要委屈了佛法 或伤害了自己的佛性 所以要永舍一切诸杂兰法 第二 佛子 菩萨耳时乃至施语畜生之时 欲传一利 玄作誓愿 当令此等舍畜生到 利益安乐 就尽解脱 永渡苦海 永灭苦受 菩萨如是专心系念一切众生 以彼善根而为上手 为其回向一切种志 各位这一段话最好背起来 因为当你在布施米 谭国给这些畜生到的时候 那你要念什么 就是这句话 当令此等众生舍畜生到 利益安乐 就尽解脱 永渡苦海 永灭苦受 所以你最好写下来 那以后慢慢慢慢的 每天做 每天要发这样的愿 所以 佛子 菩萨在那个时候 利益众生 乃至布施畜生到 食物 一团饭 或是一粒米 他都发这样的愿 当令此等畜生 永脱离畜生到 得到利益安乐 就尽解脱 永渡苦海 不会再再轮回了 永灭苦的感受 畜生到 山土苦 被火 被刀 被伤害 流血 所以希望他们永灭苦受 所以菩萨是这样子的 专心 系念的 一切众生 而且以这样子的上根功德 而为上手 为其回向 愿这些众生 都得到一切种子 为其回向一切种子 愿他们也称佛 第三 菩萨摩赫萨 见由众生 处在牢狱黑暗之处 舍其所有一切财宝 妻子眷属 即以置身 于牢狱中 就彼众生 如大悲菩萨 妙眼王菩萨 既救度已 随其所需 普皆给师 除其苦患 令得安稳 然后师与无上法宝 令舍放逸 安住善根 以佛教中 心无退转 所以 很多法师 都到监狱里面去弘扬佛法 非常慈悲 甚至我们战空法师 除了到监狱 监狱的受刑人出来 没地方去 他都收留 这是很艰难的工作 满足他生活的需要 经济部经常要他学佛 所以做一个菩萨 看到有众生被关在监狱 黑暗的地方 他一定要救他 宁可舍所有一切财宝 所以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一个人犯罪了 抓去关好了 你有这个想法 你马上失去菩萨道 不能有这个想法 这个关起来好了 惩罚惩罚 不能有这个想法 这个人使你不饿 要被枪毙了 你哪一次用你全部的方法 钱都要救他 不令他被关了 被枪毙 用爱感动他 各位这很重要 对众生要有信心 你不要说 这个人没办法度了 不能有这个想法 方法上要改变 但是永远相信众生的 是佛性善根 你要如何也善巧方便而已 是越难度的众生 你奉献付出也多 你越容易成就 所以菩萨为了救这些 被关在黑暗牢狱的 众生乃是舍掉 他所有世间的财宝 太太 小孩子 眷属 乃是用他的身体 用自己的身体卖掉 不失掉 都在这个黑暗痛苦的牢狱 就这些被关的众生 比如有两位菩萨 来 念一下 南无大悲菩萨 南无妙远王菩萨 各位以后你要见监狱 监狱一定要齐请这两位菩萨加持 我故意写出来是 每一位菩萨过去是如何发达性成就的 他的力量就特别大 你到了监狱就要念大悲菩萨 念妙远王菩萨 然后呢 菩萨就加持 你在这种黑暗的监狱地方 能够弘扬佛法 能够舍 能够感动对方 然后既然把对方从牢狱救出来了 满足他的需要 他要房子 他要钱 他要衣服 我们都要给他解除他的痛苦灾难 令他得到生活的安稳 不缺了 就像我们世世轨道 布施越多越好 很多菩萨说 哎呀 师父 这个烧太多浪费啊 我说你眼睛没看到呢 看到了你还是不够呢 因为无量无边的 受苦众生千百万年没得吃啊 这里面还有很多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不要吝啬 尽量的丰富 尽量的香 尽量的牛奶 要观想这还不够 最好还观想 甚至有人摘那个纸房子 衣服啊 我说没关系 你尽量少 那你跟世间的烧纸钱脂肪 有什么差别 我说不一样 发心不一样 动机不一样 满足对方 所以呢 令得安稳 令他不怕 有房子了 有吃了 有穿了 然后呢 还要师尤上法宝 为什么 大乘的法宝 我妈你别名 普贤和怨品 信经 来这像大蒙山放咽口 这样为他说法 皈依最好了 所以 但是呢 七月份 这个时候 各位 大蒙山 超度 利益众生 所以 对于 这些受苦的众生 被关在牢狱的众生 满足 他生活的需要 还布施无上法宝 什么叫 发起无上菩提心 然后呢 令其舍放益 不要再偷东西了 不要再懒惰了 安住在无贪嗔痴的 善根里面 乃至能让他 在佛陀的教化里面 心无退转 教化他 所以 将来各位 有机会 部分在家出家 也多要到这些监狱啊 苦劳啊 黑暗之处啊 去帮助 不但是人 这些被关起来的 这些动物们 也是关在苦劳里面 救他 不施食物 给他一个 安定的家 再跟他说法 也令他不退传 第四 菩萨建议 自舍其身 而待受之 如阿易多菩萨 殊胜行王菩萨 急于无量诸道菩萨 为众生过 自舍生命 受诸苦奴 也就是说 菩萨看到有众生要被杀了 被毒害了 种种 菩萨宁可 用我的身体代替对方 所以菩萨见这些苦毒众生 自舍自己的身体 取而代之 来 我来替他被砍头好了 我来替他受苦好了 如 来 念一下 南无阿易多菩萨 南无阿易多菩萨 南无殊胜行王菩萨 南无殊行王菩萨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苦难 我们舍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要祈求阿易多菩萨 诸圣行王菩萨加持我 令我能够舍掉我自己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怕苦 做不到嘛 所以祈求菩萨加持 令我能够舍自身而救他们 所以我们最近经常修替身多嘛 各位要真实观想 不是丢了好玩 一直观想 观想到哪一天 机会来了 可以舍了 舍脑水啊 舍内障啊 机会就来了 所以 但是我们现在就修这个 修这个舍身 失身 所以就像这两位菩萨 还有无量诸他菩萨 都是为了众生 自动的舍去他的生命 来接受苦毒 所以各位修菩萨道 不要太爱惜自己 怕吃苦 占据好的 不好的给别人 要吃好的 不好的给别人吃 那你不可能修菩萨道 所以最好有一段时间 学院成立了 就一段时间 专修利他苦行 培养那个习惯 有那个习惯啊 你再回头来修 世间的菩萨道 你才不会怕吃苦 所以对苦有绝受啊 你的心就不一样 你表的法都不一样 那个深刻度就不一样 感受度就不一样 你也能够让众生的 深深的引起 共鸣的心就不一样 所以但是自己要有这个 累积这个质量 就像这个软体 这种为众生苦的质量 已经进去了 而且对方知道 你可以无怨无悔的 为他而死 各位这个不是原文字 可以表达的 这是一个感受 然后呢 这些苦难的众生 就完全的归命于你 相信你 带着他离苦的乐 但是首先你要有真心的 为他而施舍的 所以对方跟你讲 哎呀师父我脱好痛啊 马上观想 怨他的痛痛 成熟在我身上 求佛菩萨加持持重 然后那你融入 你把痛苦接受了 你把你的快乐给他的 各位要不断地这样练习 这个不是原文字 这是你的心 你真的这样做了 对方就会被你感化 各位也 因为做菩萨要有这个四受力 这个四受力 从哪里来 就是从这个替众生受苦而来 你自然产生这种四受力 你又有很大的福报 第五 念一下 不取苦 了知苦受 无相无生 诸受护取 无有常住 好先念到这边 后面有几个字打错了 是故我应同去过去来君 改一下 不是云 一切菩萨 那个不是济王菩萨 所以这些我都自己抄的 所以还知道哪里对错了 打字的实在不容易 每次都会错 所以 宝济王菩萨 圣妙生菩萨 好 改过了以后我们来念 第二开始来 是故我应同去来君 一切菩萨 宝济王菩萨 圣妙生菩萨 修行大使 发生信药 求一切智 无有退转 不由他教 善知事利 菩萨师年夫祭时 善根回向 什么叫年夫祭啊 古时候人都是 头发绑在上面 然后古时候 有一些土人 叫挖头皮的 他就要粘头发 跟这个头皮割下来 他们要拿回去祭祀 说这样可以消很多灾难 到现在很多土著还这样做 听过马来西亚 有一些土著还这样做 一定要粘皮肤的头割下来 但是菩萨愿意这样做 满足对方的需要 但是痛苦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这段话各位一定要背眼 然后不断的思维 参化头 然后入心 你将来才不会怕苦 什么 不取于苦了知苦受 不执着 不取就是不排斥 苦来了 没关系不取于 彻底的了解痛苦这个感受 是无形象 无神灭的 这个感受是种种的感觉 凑成的 诸受护起 而且它是暂时的 不是永恒的 是无有常住 所以菩萨在非常痛苦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这个正思维拿起来 因为当你在被割头皮 粘拔起来的时候 你一直要把这个 所以各位你不能说 看过就算了 你要对这一句话 经过思维 就累结的思维 习惯了 你不会怕 所以平常你碰到真的 因缘来来 你要做大布施的 你正念马上就起来 正在痛苦的时候 甚至各位看过 韩国 越南和尚 放火烧自己 他们还在打坐 动都不动 这样子的舍身 学法华经的这样舍身 那他们那时候 为什么不会动 因为 他们保持正念 以这个法的力量 不可思议 超越了肉体的绝授 所以各位 这个一定要想好 不断地思维 背这句话 思维这句话 然后让自己 慢慢地去接受苦受 打坐的时候 做某一个修行的时候 你还可以慢慢地超越 自己不能超越 就知道自己很脆弱 很脆弱更需要法 因为怕苦更要离苦 你越怕苦 你不离苦 那你怎么办 就不修行也要生老病 只轮回苦 所以菩萨是主动超越而已 所以菩萨不执着 不排斥任何痛苦 了知一切痛苦的感受 都是无形象 无生灭的 都是因缘合合的 无自信的 无有常住的 这是刹那刹那 一定会过去的 菩萨要一直告诉这样 所以各位 你被伤害 你被抛弃 你被骂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这个 这只是一个感受 刹那刹那就会过去的 我不应该为这个事情 伤心或退转 你要随时如此 因为在这个世间 太多事情不断地 一直一直在来 你做什么事 人家回谤 今天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 说那个是我跟占英法师的了 一笑自质 占英法师被抓去关 我也是祝福他 一笑自质 关也可以度众生嘛 有跟没有而已 没有你管他 这是个因缘 有有就好好忏悔 但是你不要为这个事情 而太耿耿于怀 做错了 做错了叫认错 没有错 不过别人呢 那是我的因缘 这是我累劫 超越业障最好的方法 这个感受声音 不过是感觉也不会怎样 今天我掉了十万块 我侮辱吉山拿的 吉山你说有就有嘛 反正没钱还你 那十万我拿了 用完了嘛 但是你硬诬赖我 我也不会怎么样 这只是一个感觉 各位你想想看 感觉 各位要练习啊 这样你就不容易生气 不容易起骄傲 为了一件事情发飙啊 屋子啊 不敢靠靠 才会来 那你还修什么菩萨道 这就没办法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里面 你要很坚定 不然你没有办法入菩萨道 那就很可惜 好